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一个长传球打过来 解围的时候弹到对方脚下被对方打尽了 可以看到我们在比赛中创造出来的进攻机会依然很多 但是还是没有把握住 所以说非常奇怪的一场球 现在对我们来说 要面对一些困难 有一些问题 希望队员们可以放下负担 可以把头脑中的负担全部清空掉 能够轻装上阵 克服掉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下一场比赛从头再来 赛程对我们也有一定影响 多休息一天对他们的体能恢复的帮助比我们要好 没有办法 周末的时候我们还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对于球队今天的防守问题 路易斯表示防守中还是存在一定问题 可以看到失误之后被对手打进的球 罗欣斯黄停散 下一场可以说对于任何的百分厚度是一种挑战 对下一场中后来可能无人可用的问题 路易斯认为 现在后防线的人员上面确实出现不足的情况 罗欣下场要停散 刘健会遭遇追加停散 汪强在国外进行康复 我们在左边后卫也没有纯左脚队长委会的替补 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没有足够的后卫可能其他位置的球员会有所变动 同时路易斯表示 在场边很暴躁并不是感到压力 我本身就不是一个淡定的人 非常情绪的外路 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我当时就会表现出来 周末我们还会面对一场艰难的比赛 对手现在排名联赛第一 我们最近状态并不是太好 包括后防线上的人员出现了使用危机 但是对我们来说没有其他可以去想或是害怕的 我们必须向前振作起来 排起头 把周末这场比赛打完 下一周联赛前 我们有七八天的时间重新去恢复 组织我们的阵容 路易斯也对接下来需要做的工作有一些计划 我们现在要做的还是先分析一下刚刚踢完的这场球 看看能不能解决掉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国安这场球进行思考 这个是明天要做的工作 自然的也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